我们整年蹲点 持续记录 三十个家庭与我们血脉相连 讲述脱贫的鲜活案例 倾听幕后的感人故事 《我的攻坚日记》 揭开不为人知的真实经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攻坚日记》 我是主持人张成 云山村变迁记设置组 在云南省蓝仓拉户族自治县 云山村蹲点拍摄了165天 一共播出了11集节目 记录了科研工作者扶贫干部 帮助村民摆脱贫困的故事 今天我们继续请来了导演孙雅南 摄影师慕玉刚来讲述他们的攻坚日记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其实我看我们片子的时候 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 我们的第一书记何昭辉 你们最早看到何昭辉何书记的时候 对他是一个什么印象 他是背了一个军用包 均绿色的一个小包 挺可爱的形象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就是觉得穿了一件 特别板正的衬衣 然后扎了个小皮带 然后一直说话昂首挺凶的 衬衣上一个褶都没有 对 一个褶都没有 烫得特别的平整 然后说话语速也特别的快 但他这个状态 就特别是那种高效工作的一个状态 但其实和当时村子里面非常安逸 非常闲适的这个状态 还不是特别的大调 我知道何昭辉他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 其实配合度非常高 是不是一开始也成为了你们非常好的向导 是啊 因为他是云山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在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但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一起成长 一起进步的 为什么呢 何昭辉是2019年的8月份 被中国工程院派驻到蓝仓 作为云山村的第一书记 我们是2019年的10月份到的这个云山村 前后脚就差了两个月 时间其实特别接近 其实何昭辉知道张六金家小儿子 有这个血管流的这个病 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去寻找主人公的过程当中 才知道 他就让张六金的妻子 就小孩的妈妈纳罗 说你去把病例本给我拿过来看一下 我当时就特好奇 我心想你看得懂病例吗 这还让我把病例本拿过来 结果何昭辉翻了两页 说得头头是道 他是一个良心的一个血管流 但是还是就像三年前 大夫讲的 等到孩子那个长大的时候 孩子要去看 我当时就 我说什么情况 我说你学什么专业的 何处就说 他是本科和研究生 都是在医学院读的 读了有七年的时间 而且他研究生 还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 协和医院好像有100多年历史 能在协和这种医学院上当学生 对 当年肯定是好学生 肯定成绩优异 所以他当时给张六金讲了很多 就是包括怎么看病例 然后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张六金一下子就信服了 后来张六金的小儿子 就到县城医院里面去做手术了 何昭辉也去医院里面看他了 然后我们平常去医院看病人 也就是说您好好休息休息 人何昭辉到了医院 嘱咐的都不是这些 周杰 你手没事吧 手看看 抱抱他 都抱好了 疼不疼 疼不疼 好 给他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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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我给你带个这个 这个是耳闻腔了 上次我听你说 那个孩子有点高烧是吧 老手往那家里没有那个温度计 他也很调皮 往那也不好测温度 这个耳闻腔呢 按一下的话 还是能测温度 比如说我现在给他 还要测个耳闻 我给你测个温度好不好 好 然后放在这里面 36度6 这就是正常的一个体温 再给你测一下 36度7了 好可爱 这个耳闻腔其实特别有故事 张六金家这个小儿子 被查出来有血管流之后 我们可能比较担心的是 他因为调皮 把这个血管流磕破 引发大出血 但是其实他父母 比较担心的是 他因为发高烧 会晕厥 晕倒 他们说已经发生过 好几次这样的现象了 张六金的小儿子 得这个血管流病 和高烧有关系吗 这个问题 张六金后来也问了 县医院的医生 也问了何昭辉 县医院的医生跟他说 发高烧晕厥 包括这个血管流之间 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然后何昭辉就给张六金讲 小孩为什么会发高烧 但是何昭辉后来 就跟他们家聊天了解到 这一家人 别说是孩子 他的测温工具没有 就连大人的这个温度计也没有 所以就在医院的时候 给他送去了一个耳闻枪 然后还教张六金他们一家 怎么使用耳闻枪 那么在整个何昭辉书记的 实际工作当中 那么他在产业扶贫方面 就为当地老百姓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不光是关心小朋友 比如说像对六金 他也非常的关心 2020年初 村里面要开始建一个酒厂 那酒厂就需要有人工 他们就选了几位村民 说到昆明去参加这个培训 何书记也知道六金他们家的情况 就想着如果六金能到酒厂里面工作 那每个月拿这个固定的工资 那后面就不会为孩子的手术费 那么发愁了 他就推荐六金去到昆明学习 但其实六金一开始不愿意 对 他刚开始是有一种担心 其实家里小孩家里需要照顾 有点犹豫去学习 何昭辉鼓励张六金去这个酒厂学习 他就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张六金你一直在说 很遗憾你自己读书少 只读了小学一面级 现在脱贫空间有这个政策扶持 让你们免费到昆明去学习 那你还不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的去学学技术 最开始一起去培训的这些人当中 六金的学历是最低的 其实何书记看张六金看的比较准 你的学历不一定带配合你的水平 张六金属于那种勤奋好学 其实他酒厂哥哥工学 他都学习 不然到酒厂工作以后 他自己都是摸索了一点 他平常还做笔记 六金只有小学一年级的文化 其实很多字他都不是特别会写 包括他当时写在酒厂的 转证申请书的时候 很多还要去问他的妻子纳罗 纳罗比他多读了几年 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工作中的那个笔记本 我们已经看见有两三本了 记得密密麻麻的 对 他特别 什么时候都要记下来 包括我们就包括 张六金他是不是也非常感激何昭辉 对于他的这份关心 有一次在咱们参加婚礼 他就主动过来给我们说 哎呀 何书记真是帮了我们 工作上 小孩看病上 那时候我觉得何书记 真的是个大好人 其实张六金平时不会说这种 他不会去华言敲语 就是华言人 我说就一直来巴助我 天黑看不到我家地的 他也买来就按下我家地的 那个时候一直巴助我 巴到现在 他发明明地会着想 会考虑会坐一个第一书记的位置 这次说书记就好 他是实实在在地从内心里说出来 韩国还给我们看 他们酒厂团建的时候 何书记跟他们一起跳舞的视频 我当时只知道何书记唱歌挺好听的 还不知道何书记会跳舞 对 何书记这个人是唱歌的 那天晚上我听他唱歌也不唱 他还唱歌好听的 我也第一次进他唱歌 何书记不只是个学霸 而且还是个文艺青年 还能唱歌跳舞 他的本职工作 就是扶贫工作开展的怎么样呢 何书记在这个任职期间 他尽可能地想让村民们 享受到脱贫产业带来的收益 你看他跟着朱游永院士 帮村民一起种马铃薯 卖马铃薯 然后他对接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然后黄碧之院长赠送了一头 云领牛的肿公牛到云山村 然后同时还开发茶产业 是这个蓝仓的普尔茶吗 对 蓝仓也是普尔茶 主要的一个产区之一 我们穆老师每次去蓝仓 都要买普尔茶 井卖山的茶 它的实际是一个天然的茶 井卖山是目前发现的 就是面积比较大 而且栽种历史非常长的 一个人工栽种的茶园 在拍摄期间 我们其实已经把云山村的 这个茶产业发展 都已经拍摄了 储备上了 准备回来做一集节目 但是后来攻坚日记收关了 这部分素材一直没有用上 也觉得挺可惜的 我看到咱们今天现场就有茶 你说这么长时间 可渴了吧 是要打算让我尝一尝 请你尝尝 那我就尝一尝 我们一起尝一尝 来 我们干个杯 来来来来 你觉得口感怎么样 普尔茶我觉得我喝了以后 茶气很足 虽然稍微有一点苦涩 但是喝完之后 我现在又能够品味出一点点回甘 这个味道非常好 而且非常独特 它的地方就是 早上起来就是那种云雾特别 晚上温度低 白天温度高 昼夜温差比较大 还有一个观点 它就是它水 它们的水也好 好水泡好茶 沐老师一说起喝茶 感觉眉飞色舞 就是这个钱没百花 钱没百花 每一次去 基本上都要买点茶叶带回来 给家里来喝 那现在这个茶叶卖多少钱 景麦山的茶叶古树茶 它最少一公斤 都能卖到800多块钱 云山村这边的也有茶农 也有百姓在种茶 但是老百姓呢 他们其实赚不到多少钱 因为云山村的茶 那些生态茶 基本上就是按地头价 一公斤几十元钱 卖给了这个收购商 但是第一书记 何昭辉来了之后 就下决心要发展 当地的茶产业 两种方法 一个是培训班 有个茶叶班 就是院士培训班 现在已经搞起来了 已经好几期了吧 好几期了 何书记人家上心 茶产业这个后期提升 对 它是也带着他们 学员班的人去 那个茶 去顶外山了 茶厂去学习 一进他们那个 陈列厅就感觉到 差距是大 在和那个技术工人 专家一聊 其实他就感觉 自己这个悬殊 相差太悬殊了 包括井外山人 他本身对于这种茶 对于自然的那种理念 也确实让云山村的村民 受益匪浅 我在蓝仓住村拍摄 一年半 是真的爱上了 这边的茶叶 如果大家要买茶的话 可以找我 也可以找何昭辉 在这打个广告 所以这样看来 我觉得这个云山村下一步 在实现了脱贫之后 在进一步走向 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 这个前景就更开阔了 既可以种茶 还可以养牛 还可以种马铃薯 我觉得村民没有理由 不去增收致富 是 但是也有那个村民 既不种马铃薯 也不养牛 也没有茶树 那怎么办呢 那何书记怎么做工作呢 何书记也在去讲办法呀 怎么办呢 他也为这些村民 也得考虑一下 有一天张柳金 就跟何书记说 我有个地儿 我带你去 带你去看看去 他说什么地儿啊 我小时候放牛的一个地儿 因为云山村 它是喀斯特地貌 它有大大小小的 很多溶洞 在这个村子周边 何昭辉也想去 但是吧 他有点害怕 他就带了好几个人 一起去探这个洞 到了这个溶洞 去看了一圈之后 何昭辉真的心动了 他就说 在那个洞里面 就跟大家一起讨论 说我们能不能把这儿 作为除旧的地方 酒窍 对 天然酒窍 然后能不能进行开发旅游 大家村民们都聊得 热火朝天的 后来他因为这个事 专门去到了昆明 从云南大学 请了一位 做这个溶洞开发旅游的专家 去跟他请教了一下 说我们云山村的 这个溶洞 怎么样能开发成本最低 又能让村民获益 连洞穴那么大规模的流动 你要投很多资 但是企业就是来赚钱的 如果他把大部分的利润 都带走了 留给你村子里边 留给当地人的就很少了 反倒是探险旅游的 这种开发模式 需要的资金很小 所以这个模式 很接地去 操作性很强 可以把最大的利润 留在当地 太受启发了 其实我们那天看到的两个洞 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模式 对 所以我们还有其他洞 所以你看如果旅游 能开发出来的话 那你还可以在乡村旅游 这条产业上获益 对 而且乡村旅游 这个产业能解决很多的 就业和用工的问题 是啊 所以我觉得何书记来了以后 其实给整个村带去的变化 是观念上的改变 等于他帮大家更好地去规划了 整个村在未来发展的一个路径 我看到他在云山村 是大家心中信赖的第一书记 同时呢 他还有自己家庭当中的 另外一重身份 他也是一位父亲 何昭惠有两个孩子 两个都是女儿 他是2019年8月份住村的 其实在那个之前一个月 他刚刚得到他的妻子 怀二胎的消息 那他马上就要住村了 这住村也不是说 一个月 两个月的事情 是要长期蹲点在这个蓝仓的 他也犹豫过 也为难过 但是最后 他还是把他的妻子和大女儿 留在了北京 他只剩一人到蓝仓去扶贫了 何昭惠的妻子在怀孕期间 何昭惠几乎没有时间 陪他去做产检 就一提起这个事 其实何昭惠都眼圈泛红 一个大老爷们平常天天笑呵呵的 但是一提起他的这个妻子 怀孕没有陪在身边 他就经常跟我们提起一句话 就是我欠他们的 发自内心的一份亏欠 在心里面还挺感谢我爱人的 对我的 因为毕竟他自己大了肚子 完了还要去照顾我这个老大 还有我的家人 总理来说 我觉得他还是挺精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话 我欠他一辈子 后来他的小女儿 是在2020年的三月份出生的 2020年四月份 何昭惠又去到蓝仓了 因为那时候蓝仓的马铃薯 丰收了 他要组织大家一起去 挖马铃薯 卖马铃薯 他妻子视频就打过来了 说这个小女儿已经满月了 咱们小名还没起呢 你准备叫什么名字呀 何昭惠说 哎呀 我们马铃薯丰收 要不然叫土豆吧 叫土豆 叫土豆吧 他妻子听完之后 不行不行 我们是一个女孩子 怎么能叫土豆呢 这以后长大了 长得跟土豆一样 可怎么办呀 何昭惠说 你可别瞧不起 我们云山村的土豆 我们云山村的土豆 各个都是白白亮亮的 那都好看着呢 最后他小女儿的小名 是非常有意义的 叫什么 叫鸭米 鸭米在拉护语中 是小女孩的意思 拉护语中 小男孩是鸭巴 所以何昭惠为了 纪念他这几年 在篮仓扶贫的过程 然后就给小女儿 起名叫鸭米 小女儿以后长大了 当他明白 自己名字的含义的时候 他一定会对于父亲 有更多的理解 平常他跟孩子们沟通 其实机会并不是很多 只要由于有空闲 他就通过视频 微信视频 和家里人聊天 原来宝贝 这个赵函 他压根都不想当皇帝 听到父皇 父皇要立以他为 皇上继位的时候 他吓得就晕了 过去 因为云南村现在 四级信号都很好 随时随地都可以通 通那个微信 全村覆盖 他讲有一个事情 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每天晚上 都要给他女儿 视频讲故事 哄她睡觉 讲完故事之后 他坐在村口 挂了电话 就发现 他周边一下子 围了好几个 五六个小朋友 而且年纪都和他女儿 差不多大 他们就特别特别安静地 一直听着何书记 给他女儿 讲完这个故事 他那时候心里感触特别的大 他就因为这个 还到了这个学前班 周末的一个学前班 去给孩子们上课 那次是六一儿童节是吧 对 他们就专门组织 志愿者吧应该是 到他那个餐厅会 开了个小课堂 就教他们唱歌 跳舞 还发了书包 还把张六斤的小孩 带过去了 对 也带过去了 因为张六斤小孩 刚开始是不读幼儿园的 但是何昭霍就想 他这小儿子 因为是经常打人 这个人不仅打过何书记 然后打过我们的两位摄影师 其中一个摄影师 王志轩 直接就把他的眼镜 一把就给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就摔在地上 他刚刚怎么招你了 王志轩 一点办法没有 他打你了吗 还闹不 你还闹不 张六斤 你闹不 抓草 还跟我们另外一个摄影师老吴 两个人拿着竹竿对打 来 张六斤那个小娃子太皮了 我拍的时候就感觉到 出了哪吒没有他了 没有别人 他就是在那个 就是一滩土里边 一滩水 他就在趴在水里面 大滚 那个田里面 他就是刚刚松完土嘛 他就在那一露烟就跑没影了 带着土跑 等于是 根本就没人 不受管的那种小孩 但是他不闪 确实不闪一举堆 他如果和三个小孩在一起的话 人家不搭理他 他就自己主动上去和他玩嘛 人家小儿子就不理他 和他保持一个距离 张六斤家这小儿子呀 自从上了幼儿园 变化确实挺大的 春节之前 我给他的两个小孩 带了一件新衣服 给到他之后 他原来其实是不说谢谢的 然后就只是笑一下 然后就跑了 那次我给到他这个衣服之后 冲我这样 不仅比心 比了一个大心 大大的心 所以每次就感觉很精细 我们觉得其实拍摄 《攻坚日记》 不光是要扶贫 这一个家庭 不仅要扶贫大人 我们觉得扶贫扶质 扶贫小孩子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毕竟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 没错 和未来的希望 我确实有一点点遗憾 就是没有跟踪到云山村 这些孩子 那么多孩子的一个变迁 说到云山村的孩子 有一个画面 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应该是我和老木 第一天进云山村 在拍的 我们第一次云山村 当时是 他那个风景特别漂亮 他曾经会是在半山腰 背后是大山 几个小孩 男孩女孩 是在那个孩子上玩的 他刚开始特别骄傲 回来跟我说 我今天拍到一段 特别好 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晚上回去看素材 真的一下子被那个素材就吸引了 孩子看到老木来了之后就 给我唱歌我也没听懂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 什么意思 好了找了好几个村庄伯伴 他们也不过来说 我这很纳门 他以为小孩 就现在这也是一个谜 这个谜底还没有解开 他到底跟我说什么呢 到底歌词什么意思 到现在穆老师也不知道 这个疑惑一直困扰着他 但当时那一段素材 真的特别生动 然后小孩子那种同趣 那种天真都表现得特别好 所以那个素材 我就来回看了三遍都看不够 但是我后来突然有一下就发现 让我特别震惊的一点是 那些小朋友们都没有穿内裤 所以这个素材吧 我就在第一集里面 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犹豫了很久 素材本身是很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画面 我担心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心怀不轨的一些坏人 看到了之后 觉得这个村子的小孩 其实是很好欺负的 他的担心是一个道理 因为原来的原来 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没有外人进去 他现在是开放嘛 好多外人往里走 如果像他这种情况 如果小孩遇到一个 心怀不轨的一个 那也怎么办 对 我们就很担心这个 其实这就是 何昭辉也很担心的 就说孩子不应该知道 书本上的知识 父母也应该告诉他们 一些自我保护的意识 但是其实明显 可能云山村的小朋友们 这种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 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他们到了上小学 小学老师才会告诉他们 身体的某一些部位 是不能够裸露出来的 不能够暴露出来的 这样子对自己不好不安全 这时候小朋友才知道 要穿内裤 要把自己就是 身体的一些部位遮挡住 所以何昭辉还给孩子们 上了一节课 小屁还是一阶 七五五四 来国家 你把他们家讲了 拥抱有三个要点要注意 不能用力太多 不能抱得太快 不能抱得太久 需要一点爱心 当他吸气气河的时候呢 他就会给你一个大大的 软软的拥抱 那有没有哪个小朋友 跟叔叔来抱一抱 我们来演示一下 来 我们抱一抱 就是这样 不能太久 也不能太用心 所以教孩子们怎么样 比如说表达友好 在社交场合之下 怎么样去认识新朋友 对吧 当然那节课除了讲 如何学会拥抱之外 他有一句话在现场 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说拥抱是我们 表达彼此喜欢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对方的拥抱 让你觉得非常的难受 你是可以拒绝的 你是可以推开他的 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方式 来告诉云山村的孩子们 如何学会保护自己 建立这种安全意识 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他不仅仅是 作为第一书记的影响 他也是一位父亲 因为两位的介绍 也让我对于和书记的工作 有了更多的感受 他虽然名字叫第一书记 但背后所承担的含义 所包括的内容 实在是太宽泛 太丰富了 你觉得何昭辉给我们带来的感动 就是随着时间的积累 真的是越来越多 我们拍片的我们感觉到 就是通过何授记 第一书记的身份 我们在云山村的拍摄 又特别地融洽 就是《攻坚日记》这一套 云山村变迁记 整个节目能够完美收官 我觉得就是在蓝仓 我们遇到的每一位人 都特别地友好 而且对于我们的拍摄 给予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但包括蓝仓县委宣传部 县荣媒体中心 还有当时的扶贫办 然后还有中国工程院 朱游泳院士团队 包括还有那些村干部 我们那些村干部 那些哥们们 我们都已经可以 称兄道弟了 他们尽可能地 再为我们提供便利 然后让我们的工作 能够顺利地进行 其实这一点真的 要对着摄像机说 真的谢谢大家 见证脱贫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何昭辉 给村民们带去的 是一份朝夕蓬勃的希望 包括是对未来的 美好向往和信心 脱贫攻坚战役中 还有很多像何昭辉一样的 第一书籍 他们奋战在脱贫攻坚的 第一线 为脱贫攻坚战役的最终胜利 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下一集我的攻坚日记 我们继续来聊 云山村的故事